家长抢撤职,七朵花开记者会内博 被学生戏称为七朵花的苗栗县赵南国小清明女老师 遭家长控诉,将偷看女老师紧模入的小六学生 欢在教室私审宿小时不能午餐 还有女学生在男老师脸书留言 竟被他们认定是师生恋,叫到教室指问 惹得家长会连署四百多名家长要求撤还他们 七名女老师不服,昨天傍晚下课后 在校门口举行记者会澄清 十多名支持七朵花的学生也到场申援 家长会也动员三十多名家长杯葛 加上下课的其他老师与路过围观的民众 现场相当混乱 林玉平老师你干嘛找教室人次来啊 审问我姐姐三个小时耶 她乱乱告,用老师什么跟她姐姐吃证面 没有这事情她误告给她的姐姐 让她姐姐精神上又粗粗的伤害 他们没有说,他们说的,他们坚持的罪的事 我是林玉平老师的姐姐 我全国内都想听到很加 哪一坚持的事情,哪一坚持的事情 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信息 这是撤职啦,这是撤职啦 我现在觉得很害怕,我不知道 撤职啦,撤职啦 下一步需要撤职的,这些 搞七朵花,两年前就搞七朵花了啦 如果说今天,靠别号五小时 我们几位都是导师,根本不可能会有 说四五个小时没有客户的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 好,谢谢 最后七名女老师含泪离去 结果不了了之 动新闻苗栗报导